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和大家講的事情 就是關於感情的事 經營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致人生方向 小致生活的琐事 都能夠影響感情 有一位準媽媽 即是大妻婆 日前表示 她的老公 近期生意出了問題 令家庭負擔 落在她身上 要一個人擔起頭家 因為她老公 面臨財政危機 她說 原本開刀生仔的費用 由原本一人一半 變到現在要全部給 更加預料 日後要負責所有育兒開支 所以對這段婚姻 感到猶疑 發文求助 說應該撐下去 還是離婚呢? 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這一名大妻婆 早前 在親子王國討論區 發文 說近半年 她老公做生意 不是太順利 原本她是安心等生仔 結果現在 搞到日日都很擔心 就說由於她老公 老公經常為生意而煩惱 家庭的重擔 就落到她一個人身上 她被迫擔起頭家 負責所有生活開支 例如租金、集費、外傭、薪金等等 就說帶著肚子 都要她自己走來走去搞定 老公為生意煩 但完全沒有理過 不過令到她更加大壓力的就是 原本和老公 一起分擔開刀生仔的費用 現在要她一個人給完 由給一半 變成給全數 她更加說 預視到老公的生意 短期內難有起息 估計將來 養小朋友的錢 都是她負責 覺得很憂慮 問網民 各位媽媽 如果你是我 你會怎樣做 會離婚還是撐下去 鐵文引來很多網民的討論 有人認為 婚姻不論富貴貧窮都要互相支持 認為她因為錢的問題 就是想著離婚 反映到她兩夫妻的感情有問題 就說 為何老公財政有困難 你不是想了先剪花費 而是想剪過老公 有網友就說 你兩夫妻不是應該共患難嗎 為何只能夠共富貴 有人就說 就算你離婚也好 現在的局面 你都是自己照大個小孩 所以根本是沒有關係 這個網友也對 如果她離婚的話 她老公也是沒有錢 她離婚也是自己養小朋友 他也是自己給錢 如果她不離婚的話 他也是自己給錢 所以她給錢那裡 跟離不離婚好像是沒有關係 可能她覺得跟這個男人辛苦 可能想跟另一個男人 我猜是這樣 也有人認為 樓主作為這個準媽媽 應該是預了要自己養小朋友 就說這些東西是沒有對錯的 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不過 就說 要想清楚 這個網友就說 看完這件事 其實我都覺得 應該要離婚 就不是說 因為男人沒有錢 所以要離婚 不是這樣 是我從這件事 看到 這個樓主 其實就不太愛她老公 如果你真的很愛你老公 你是會想辦法 怎樣幫你老公 或者想辦法 希望你老公 可以過到這一關 因為你老公 現在生意失敗 叫做 你不是想辦法 幫你老公 捱過這個難捱的日子 你是想要離開他 那你很明顯就不是愛你老公 如果你愛一個人 你見到他有危險 或者見到他有事 你想辦法去幫他 或者想辦法去令他好過些 或者想辦法去不要製造麻煩給你愛的人 很合理 我這樣想 但他不是 他是想 嘩 他糟糕 他糟糕 站開一點 他現在是這樣想 這個老婆 他在想跟他離婚好 他不是想怎樣幫他老公 他不是想怎樣解決 他是想離婚 離不離開那個老公 好 那我不討論他 是否想找個第二個男人 我自己覺得是 可能想找個 能夠依靠到的男人 不用他那麼辛苦的男人 但是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說出口 但你無故來什麼分 因為很奇怪 如果 他不離婚的話 剛剛我也有說 如果他不離婚的話 他又要自己給錢 因為他老公生意失敗 他老公沒有錢 但如果他說要離婚 他離婚 他都是自己給錢 他老公和他離婚都是沒有錢 給不到善養費 都是自己獨力撫養 那他離不離婚有什麼分別呢 除非他想離婚之後可以找一個個 但你拖著一個找一個都不容易 當然有很多男人是不介意 但都不容易 所以我一見到就是 劉珠其實就不太愛他老公 我不敢說他完全不愛 但就不太愛 你真是愛一個人 你不會想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好像一個地方 有事 你不是想怎樣 令地方好 或者不是想想辦法 怎樣解決 是想 嘩 走先 嘩你老母 離開 離開這個地方 嘩你老母 是不是很熟悉呢 講這些話 常常都見到有人這樣 常見到有人說 我真的很喜歡什麼 我真的很愛 然後轉個頭 嘩你老母 走啦 嘩 好多人都是這樣 不過不要緊 事順彈吧 不要抽到別人的水 事順彈吧 我見到這件事就是 老公 只是一時失意 找不到錢回來 樓珠就想離婚了 那你就來咯 那你就找一個 在經濟上可以支持到你的老公咯 可能這個老公你又不太愛他 即是他又不太適合你 又沒什麼錢 即是坦白一點 做人 即是不要說到 什麼是為了一個小朋友 即是浪費氣 這些是 為了自己 即是 不要假裝偉大 嘩 那今集呢 講到你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這次要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了 各位網友 拜拜